来自芬兰 既是建筑师 又是艺术家的马可卡萨格兰 15号进驻台东厂场 化身优秀领导人 带领台东废墟学院志工工作坊 将闲置工业厂房打造成为乌托邦一样的美丽花园 透过几十个志工 两个礼拜的努力 我们把废弃的工厂变成全台湾最美的工业文化遗产转型的花园 藉由这个花园的重新的转型 我们未来会在这里有各类型的文化活动 也把这个工业文化遗产完整的保留 我们希望未来是台东的另类的 或者台东的第二美术馆 所以所有的创新 育成 小型的 有国际接轨的创意都会从这里出发 Hello my name is Marco Casagrande I'm an architect from Finland 马可认为像维章建筑等非官方认肯的城市建设 或是有些利用荒废土地 基林地 自然生长的花园 菜园 其实已经拉近自然与人的关系 让雨水 让阳光可以进来 然后制造一个让自然 也就是像植物 昆虫 这些可以很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环境 一个工业遗址怎么变成一个森林 变成一个植物跟人跟昆虫啊 这些其他生物可以和平共存 而且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环境 走进文化过的台东糖厂 发现人与自然环境 不再是一个里 一个外 而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台东署在综合报道